兄弟们看到没有这么一点的小哥 它又可以评我100 所以说拿机器还要插亮眼睛 这个当初老板就是不实在知道吧 好兄弟们 现在我在这个专业呢是苹果笔记本 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是2020一款的133更醋肉 为什么我要推荐这一款呢 因为这一款是20年最后一款采用英特尔的 它可以完美的装双系统 那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硬件 看这两款机型到底是不是大家喜欢的 这是一台17款高配的 它这款机型的话 目前来说也是走到了345 因为它这款配置 我们来看一下 27双核3.5的 当然主频是很高 如果你要运行大人物的话 我这一台机型还是不推荐的 所以说呢 如果你要13.3寸的 然后又要性能好的 适合的 那我直接就给大家推荐这两款 这款我们来看见它的配置 这边来看一下 为什么这个机器我要推荐呢 兄弟们i5 2.0的 适合这个2.0的 说实话20年的 它采用的和英特尔最强的一个处理器 看到没有 它的运行内存是低低压四叉的 也就是说高性能的运行内存 再然后呢 它有512G的固态一盘 再然后我们来看它的电池啊 这个大家比较关心的 充电仅仅的是185次 外观我们来看一下 像20款 它有最大的一个优点 它的键盘不足 它对比19款18款 它都有升级了 看一下它的外观 这边有点小氧化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贴个膜 也是无视的 关键的关键 张口拿板给我 很性价比的价格 我等会问张口拿板 你们就知道什么 然后看一下这台 这台的话也有一点点小氧化 其实这一点点小氧化可以忽略的嘛 是不是 这款是2020高配的 才用2.0的处理器 那么有四个接口 来 清楚看一下 它整理的从上把侧面吧 好吧 这边是右侧面 很亮吧 不过这里有点小颗 这个里面小颗美女就再便宜一点 所以你们看到没有 这么一点点小颗 它又可以平衡100 所以说拿机器啊 还要擦亮眼睛 这个档口老板就是不实在知道吧 这些细微的小磨损是可以接受到兄弟们啊 是不是 看到没有 能够压张口拿板给多少吧 给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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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千 便宜 好不好 这个已经是性价比很高的了 我一般是买点钱了 已经是性价比很高的是吧 你今天长这么漂亮 便宜点了 真的 便宜点了 少个100块钱吧 可以吧 好不好 这两天给你全部拿了 可以 可以吧 有保多久 这个一般是屏幕保 屏幕保是吧 哦 你们看到没有 像我们在华店里拿货的话 屏幕 它是屏幕给屏幕保的 所以说你们在收到机器 第一时间把屏幕看好 有什么问题 可以第一时间跟我们联系 好不好 当然我们在发货的时候 这些检测是最关键的 你们收到机器的话 放心大胆的使用 那他给我的这两台是五千左右 就可以拥有一台2020款的 就是最后一代 13.3寸的 13.3寸大家都知道 拿来做设计是没问题的 因为它采用是四盒的 有四个接口的 如果你担心 听起码不合用 它这个四个接口也是有的 它的关键 它的电池续航能力 像对比19款18款17款 它电池续航也有所增加 这是一台高配的 外观都有改款 它的厚度 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指甲看到没有 就这么一点点厚 好了 给我打包 然后再点耐机器的话 如果你们有设计的时候 还要按零款的话 我在华典队 下一个时间吧 再发家吧 记得一下啊 让我们的时间点改变 再看这个时间做的是 ウィッド 再是有一点用刷状呢